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祢 主啊 谢谢祢再次带领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想到 祢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残酷高深 我们所领受的无论是什么 或者是好事或者是坏事 主啊 都是恩典 这样的信仰会告诉我们 我们都应该反视感恩 求祢能够与我们同在 为了昨天我们的感恩节聚会 向祢感谢 我们也继续在祢面前 领受祢话语的教导 祢与我们同在 主啊 包括祢的孩子在内 求祢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受教 让我们记得祢的话 让我们聆听祢的话 并且让我们行使祢的话语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一定怎么说分享的是 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一第七节 这节经文呢 应该来说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 是过去听过一个人 在讲台上读这样的经文 我现在描述一下这个场景 大概是二十五年前 在东北的沈阳 在一个初中的小礼堂里面 有一群温州的基督徒在那边聚会 有老的 有少的 突然之间呢 有好几辆警车呢 就进入这个学校里面 其中有一车啊 是这个合枪十当的 装备的一个特警 完了他们进入这个聚会场所之后呢 我们正在唱诗 我那个时候好像也在谈电子情 完了他们就叫我们安静下来 所以你知道大家这个时候 都没有见过这个场景 对不对 完了都吓着 有一些站起来 有一些要出去 但是呢都被警察呢 叫他们坐下 抱着头 他们呢有个摄像机在照 完了问谁是领导 后来呢我们教会里面 有两个弟兄呢 代言的弟兄就站起来 站起来后来就被带走了 那我看到我旁边有个弟兄 他很 我觉得他很冤枉 因为他看到弟兄姊妹 就有点吵吵闹了 他就站起来 弟兄姊妹安静 请坐下 不要讲话 祷告 他这样一句话 完了那个警察以为他也是领导啊 所以把他也给带走了 你知道这个弟兄后来 我上次讲道的时候讲过 他后来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做生意 他做义工床道 跟别人一起出去 同过去农村讲道的时候 后来出车祸 他在那个十字路口的 在车里面活活被给烧死了 他是一位很年轻的一位弟兄 不过他们都被带走之后呢 关了两个多星期 那我们这些人呢 就被坐下安静 这个时候有个警察就来到讲台 他拿着一本圣经啊 请大家打开圣经 罗马书第十三章 就是今天我讲的经文 我第一次最有印象的 后来还有一次机会听过一个人讲这样的 所以这种圣经呢 他们做 他们很熟悉 里面最重要的有什么 就是要顺服政府 所以我今天该怎么讲这段经文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打开圣经 罗马书第十三章 其实你知道吗 在罗马书前面 第十二章的圣经里面呢 是讲到了基督徒 在教会当中的生活 第十三章里面 就开始讨论 基督徒的社会生活 对于保罗而言 一个应信称义成圣的基督徒 他不仅要正确的心态和行动 过教会生活 同样的呢 我们也要一种正确的心态 进入这个社会里面 过社会的生活 其中也包括了我们 对于政府的态度 首先我需要强调的是 保罗当时所处的时代里面 因为罗马政权呢 跟犹太民主之间的矛盾 非常的激烈 也因此呢 犹太民主总的来说 他们是不愿意顺服政权的 所以其中有一些人呢 要起来要革命的 你知道 因素的门徒当中 有一位叫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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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吏党人 对不对 你知道 这个奉税党人 奉税党人就是什么 就是革命派 他们是要以暴力的革命 那个 这个奉税党人 叫什么名字来的 那个 西蒙 对不起 这个西蒙 你知道吗 当他是一个 那个奉税党人的时候呢 那个 你知道他们的宗旨是要 就是说反抗这个罗马的政府 对不对 并且呢 如果谁为罗马服务的话 他要把他杀死的 你知道 马太是做什么的吗 是税吏啊 理论上 这个西蒙 可以 按照他们的理念的话 杀死这个马太的 但是很奇妙的 上帝让他们这些人 怎么样 一起来跟从我 做门徒 所以当时就有这个状况 但是另外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当保罗在唐 这个段经文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 尼罗王的前妻 也就是说 还没有后来的大逼迫 大家都知道尼罗王是大逼迫的 对不对 大逼迫基督徒 但是前妻呢 是 情况是很好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 对 针对基督徒进行大逼迫 所以呢 相对而言 整个罗马政权 他发挥他一定的保护公民 和维持平安 这种责任 而且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保罗还是 积极地去抗待罗马政权 而根据当时的一个处境里面 我们看到 保罗对于罗马政权 或者说 还是比较积极地 可以理解去看看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 我可以如果分为三段的话 第一是什么呢 顺服政府的理由 第一是第二解 第二呢 是政府的责任和任务是什么 第三呢 是顺服政府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那根据这一段经文 那我进行一些应用 所以下面的应用信息 首先 第一个方面是 基督徒的一般性原则是 顺服掌权者 但顺服神 却是绝对的原则 圣经里面的第一 也会告诉我们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怎么样 顺服他 这里的方 掌权的 是明显是指 属世政府中的掌权者 所以在保罗的时代里面 当时就是指罗马政府来的 特别是各神的官员 而今天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就是基督徒们 你应当顺从自己各自国家的 政治的掌权者 经文提供了顺从权柄的理由 为什么呢 要顺从呢 因为一切的权柄怎么样 都是出于神的 所以经文会告诉我们 把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原文里面这个所命的呢 是指存在于神命下的状态 存在于上帝命定之下的状态中 因此呢 基督徒对于在上的权柄的顺服 乃是基于对上帝权柄的顺服 我再说一遍 所以呢 基督徒对在上有权柄的 包括政府部门的顺服 乃是基于对上帝权柄的顺服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任何一个权威 任何一个权柄呢 都必须顺服在 降服在上帝绝对的权柄之下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永生永活的上帝 他是一切权柄的源头 我们也因着顺服真理 顺服上帝 敬畏上帝 也因此呢 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更加积极的态度 去顺服 因为基督徒 我们顺服上帝 因为我们敬畏上帝 也因此 我们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 去顺服 现存的政权和法律 但是为什么 我在这里面会说是一般性的原则呢 因为首先 你要知道 在新约顺服这个词 它的被动 这个语态呢 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伤识词 绝大部分呢 即绝对顺服的意思 不是那么强烈的 也不是说是绝对顺服的一个意思的 而是指基督徒 对于顺服的对象 应该有的一种态度 或者是承认别人 乃是基督的代表 所以你要顺服他 所以在圣经里面 有些词的时候呢 是应用在基督徒们 对教会灵秀的顺服 基督徒的妻子 对于基督徒的丈夫的顺服 基督徒的奴隶 对于基督徒的主人的顺服 也包括了 在教会里面 年轻的 你对于年长的顺服 以及呢 基督徒之间 彼此之间要怎么样 要顺服 请问 这种顺服是不是绝对的 是不是绝对的 作为年轻人 我要顺服年长的 你觉得我需要绝对顺服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也因此在这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顺服政府也是如此 跟顺服年幼的 顺服年长的也一样 所以如果在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我们再看这一段经文的话 你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有一个隐藏的逻辑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是一个隐藏的大前提 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应该 必须向上帝顺服 这是大前提 那小前提是什么呢 没有权柄 除非是由上帝指派的 掌权者呢 正是由上帝指派的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应该 顺服在在上的掌权者 所以再次的强调 我们顺服政府的终极原有 是源于我们对上帝权柄的顺服 而问题是 如果这个政府浪用了 上帝所赐的权柄的话 那对基督徒的信仰 进行破坏 迫害和干预的话 那这个时候 基督徒的效忠对象 基督徒的绝对的顺服对象 当然是谁啊 是神 而不是政府 就像初期教会 彼得跟众使徒 当他们面临信仰逼迫的时候 你知道彼得说的就是什么话 使徒形状的第五章 第二十九节怎么说的 顺服神 不顺服人怎么样 是应当的 而彼得呢 他在年老的时候 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 第四四到十五节里面 也非常强调 众使我们遭受逼迫 我们也应该怎么样 顺服神 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说 顺服来自基督徒们 对于政府的一般性的态度 这种的态度 常常要求我们 顺从他们的命令 但是顺服政府 于在特殊的情况之下 不顺服 并不矛盾的 例如我们基督徒一方面 我们不顺服某一个法定的 一个法令 比如说不让聚会 比如说十八岁以下的孩子 不能够去教他 但是我们基督徒同样 顺服这个权柄的 接受政府对于不顺服者的 所施行的一个惩罚 从理论上说 这也是一种顺服 我怎么个说呢 我举个例子 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 对中国的家庭教会不理解 你想到家庭教会是什么 在地下的 在家庭里面聚会的 十几个人的 我告诉你 我的教会属于家庭教会 我的教会是一千五百人 我过去的一个服侍的教会 我们的建议 族学的建议是非常大的 也叫家庭教会 这个又是什么呢 其实家庭教会它是一个概念 就是区别商字教会 官方教会的 因此你就想到了 在城市里面的家庭教会 都是在家里的 但是在温州 为什么就盖这么个大的教堂 我们教会 以前还四餐一趟的 我们的厨房比这个还大 一个教堂的厨房 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不一样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的 即使有家庭教会 很多人的理念 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一般情况 有人就 家庭教会 以河南安徽为代表的 比较传统的农村的家庭教会 温州长江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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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现在在北京 上海的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的一些家庭教会 其实他们也都是家庭教会 过去很多年 大概十几年前 这个教会就开始 有些家庭教会 特别是一些北京的上海的一些知识分子 比较多的一些家庭教会 像西安教会 最近我看纽约时报也报道过 它最近刚刚被关门 被要求关门 过去的一个叫守望教会 他们的教会的会友 一般都是大会的律师 很多的教授 很多一些知识分子学生 都是年轻人 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教会 家庭教会要浮出水面 这种观念和概念 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是什么 我们都是躲在家里 你不让我聚会 我就怎么样 壮仪 到另外一个教会聚会 他们现在说 我们现在要申请一个宗教活动场所证 当然一般不会被批的 那不批的过程里面 我们只管怎么样 就聚会 所以他们就形成很多的聚会 守望教会最多的时候 是有一千多人 甚至他们自己买了一个写制楼 但是这个写制楼 后来要是不给就不让进去 这个就是教会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想说的是 在中国教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存在方式 因此他们对政府的一些表达方式 也就变得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说的是 当一个人 比如说不让我们聚会的时候 因为这是违背他们的宗教条例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我们遵守神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要聚会 好 那么当你要聚会的时候 你要接受怎么样 他们对你的制裁 行政拘留 被关几天或者怎么样的 好 一聚会的时候 他们一过来要抓你的手 你不反抗 好 我愿意怎么样 乖乖地被抓住 好 请问 这是不是顺服政府呢 你没办法的意思吗 所以对于政府政府 就会有不一样的一种解读 这也是我想说的是 中国一些家庭教会 存在的一个事实 但是我想在这里面说的是 确实从某一个方面来说 基督徒们 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或者我们因为信仰去实践 包括在彼得们所说的一样 我们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这样一种实践的时候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非常重要的是 基督徒们应该在纳税的时候 纳税 应该遵守教法律上 一切所记载的 其他的一些形式的一些事情 也包括交通规则 这也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 应该是要成为一个 顺服掌权者的基督徒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但是这个顺从不是绝对性的顺从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所以基督徒们 包括中国教会的一些基督徒们 都应该顺服政府 无论这个顺服 你是满意不满意 你都应该顺服法律 无论这个法律 你满不满意 所以基督徒在理论上说 我们在原则上 普遍的原则上说 我们应该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基督徒 阿们 第二个方面 我想说的是 基督徒也应该负齐监督和促进掌权者 施行赏上承罚的责任 承恶的责任 第三到第四节的经文 你知道第三和第四节的经文里面 它是描述了政府的任务和职责 所以保罗首先劝勉基督徒们 只要行善就不怕 就不怕那个掌权的 所以这里面 一方面指出了基督徒的本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也说明了做光者 政府部门 他的责任是什么呢 赏上法恶 绝非众恶其上 所以第四节保罗要说明 做光的人 你是怎么样 上帝的用人 不管他愿不愿意 不管他知不知道 在矿炸的神学 在上帝的护理之恩之中 每一个政府都是上帝的用人 确实 政府既然从上帝 零售了广制的权柄的话 他就应该设立广理权柄的神 向设立广理权柄的上帝负责 确实地执行他本身广制的任务 也包括正确无用无误地运用这个配件 配件的权柄 就是执行赏上法恶的法律 以维持社会的公益 以及有次序的治安 并且要创造美上和自由的环境和次序 所以政府的功能是要阻止相互侵犯 保障人行使上帝所赐给的自由和公民 行动的权利 并且保障这些权利得到执行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那今天对我们应用来说 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应用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负起这种监督和促进 政府行公益好联名的责任呢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无论你是否满意 你所属所在的国家的政府 但是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在履行 顺服一般性的这种原则之外 我们是应该负起一种监督的责任 看看我们的政府是否行公益 好联名 那具体来说这怎么去做呢 在美国比较容易对不对 在美国在座的基督徒们 你都知道的 我们可以借着怎么样 选票权 或者在白宫上联署 我常常我也会收到这些微信的 在白宫上联署是什么事情 好像达到什么 十万人的话 白宫会做出回应的 我们常常做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权利 甚至很多人向国会议员 打电话 写信 给施加压力 甚至游行抗议 来督促政府尽上自己应该的责任 如果实在看不下去的话 没有关系 自己参政 完了做国会议员 州议员开始选举 实在又看不下去了 所以你看川普 看不下去的话 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在座人 你是美国出身的话 你可以参选总统 由于川普对抗 当然你也可以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圣诞节马上到了 在政治正确的影响之下 大家不敢说 Merry Christmas 我们都讲什么 Happy Holiday 你说不 我一定就要讲 圣诞快乐 不讲节日快乐 可不可以 可以 这是你要做的 而问题是 这也是我最害怕讲的 这也是很少在讲台上有听到的 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 不自由的国家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或者说 这一个独裁者是很邪恶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你知道那个 有些很极端的方法 有个神学家叫潘霍霍 他是很有名的神学家 很多人知道的 他是实在集中营的 你知道 那个希特勒自杀的前一天 把他给怎么样 先给杀了 你知道他是做什么 他是一个 为什么会关在监狱里面 集中营里面 因为他参加一个 暗杀希特勒的组织 没有成功被抓了 所以他是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 亲爱的听众们 我不是说这是正确的 千万注意 我更不是说 我们以这样极端的方式 要促使教会 千万不要误会 但是我想说的是 当我们弟兄姐妹 面对一个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方法 包括我们传福音 包括我们实行美好的生活见证 都是一种方式 或者你在微博 微信 Facebook里面 转发一篇文章 为某个公共事件点一个赞 在中国有句话 转发就是支持 点赞就是支持 你点一个赞 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个 很美好的国下来 如果你在中国的话 你就知道 其实你知道 在过去很多年 因为网友的这种力量 这种转发的力量 促使了一些政府 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 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得到公平的解决 确确实实能够促使他们怎么样 这个赏上法恶这样的国效 那有很多的一些基督徒呢 更是他运用自己的一个专业知识 包括很多的律师 一些基督徒的律师教授或者记者 他们就会做出非常美好的见证 我前段时间接收过一篇文章 你知道中国现在 我所理解的所了解的 起码在我们温州 我的那个过去的教会 我们本来有读学的Building的 有很多的学生 都有四五百个学生 就是从幼稚到初中高中的时候 有四五百个学生 但是现在是空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让聚会 你大堂里面可以聚会 但是儿童不让聚会 所以我们都会在各自的家里面聚会 特别是有一些 我知道有个家长跟我说 他的那个小学 他的学生 女儿才小学 完了也被摸底 你是不是基督徒 甚至有些学校的老师 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你又去教会的话 不会让他做一些帮杠博之类的 完了我就看到了一篇文章 他就会列举出 用根据中国的法律 他为成年人去教会是合法的 有很多这代法律 比如说在1989年的时候 联合国通过一个儿童权力公约 里面是什么呢 缔约国应该尊重儿童享有的思想 信仰宗教的权利 而这个公约在1992年的时候 全国人大已经是批准的 在中国实行的 特别是中国宪法里面 也告诉我们 公民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而这个公民的话 就是包括儿童的 在1989年中国加入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 国际公约里面 中国已经加入了 但在公约里面 就会保障 包括儿童在内的 所有的公民的信仰自由 所以这里面我看到很多 我刚刚只觉得几点 很多人就列出很多这篇文章 他是个律师 是个基督徒律师 从某个方面来说 他在实践 因为在不违背律法 我在讲中国律法 这叫维权 中国律法的一个状况之下 去表达信仰的自由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认为最安全的 而且是最有能力的方式 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我们多多祷告 也就是说 我们要相信 祷告的力量的时候 你的每一天祷告 不要常常为自己的 儿子 孙子祷告 盼望你也为 你所在的国家的政府 或者你有负担的 那个政府祷告 促使政府 能够行公义 好灵敏 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 很多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 那个祷告 为政府掌权者的祷告 是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 每一天祷告的时候 这个一定是一个 其中一环的 我们就是为政府祷告 求上帝能够祝福 我们的国家和政府 能够行公义 这是在这里面 我与弟兄姊妹 所分享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我们基督徒应该奉公守法 有责任和具体的实行 公民义务和权利 第五到第七节里面 保罗在这里面 继续强调了 顺服政府的动机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刑法 一个是良心 良知 一般而言 怕刑法是世人 奉公守法的主要原因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 政府部门 都有警察 法院 或者监狱这些司法单位 以及配套的 法律和法律程序 但是保罗在这里面 却强调顺服政府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是什么的 就是良知 良心 而这个良心 在原文里面 可以杰作是 知道掌权者的权柄 是上帝而来的 是上帝的用人 这种知识 所以因此呢 我们基督徒 当为神的缘故 而顺服 政府 在这个原则之下 第六到第七节里面 就非常具体地表述 要纳粮 要上税 也当对他们惧怕 也当对他们恭敬 所以圣经上说 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你知道吗 在保罗时代 罗马政府有很多的税项 例如当时有地税 如果你是种稻穀的话 是百分之十要上交的 对不起 百分之十 如果你是种花生的 或者九的话 他要上交百分之二十 所以虽然有许多的税收 但是保罗还是要求 弟兄姐妹 要求信徒 你应当尊敬政府 你应该重视政府 你应该顺从 他们所帮布的律法和判决 并且呢像他们怎么样 纳税 赴税 纳捐 并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你当惧怕的惧怕他 当恭敬的要恭敬他 所以你知道惧怕和恭敬 其实都是尊敬的意思 只不过是两个程度 就是都是恭敬的意思 前者呢就是以较高的程度的尊敬 就惧怕他 你不仅仅还要惧怕他 其实我们刚刚在成人诸学 我们上这个传道书里面 第十章第二十节里面 那段经文怎么说的 他说不可咒诅君王 连心怀慈念都不可以 就是说你想都不可以想 不可以咒诅 所以我们在想了 到底要不要 可不可以骂这个Donald Trump 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 不是 我们不应该怎么样 咒诅 你可以批评 但是你不能够咒诅 对不起 我再次强调 我这里面没有表达 我个人的一个政治意念和想法 我只是在这里面 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所以我想说的是呢 对于我们而言 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怎么样 尊敬 尊重 不要拿着话筒不放 不过谁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所以为了良心的缘故呢 我们基督徒有责任行使公民权利 也包括了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 做事不违背法律 对国家和社会尽上我们的义务 包括当兵 也包括参与一些纪律的一些部门 或者积极参加一些学籍的活动 我不知道这次的中期选举 我们在座的美国公民 有多少人参选 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啊 以个人的身份去参加议会议员 这是一个福音派很重要的原则 教会不会以群体教会的名义 发表某个政治的议题 或者去鼓励大家选哪一个政府的人员 当时教会会鼓励个人 以个人的名义 去议政 去参政 所以在义务上那基督徒应该尽其和其他的公民一样的一个责任 包括纳税 以维持公共 国家的公共费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所做的事情 而且很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尊重那些国家公仆 包括警察局 包括消防局 我们现在教会呢 每年应该说每年都会有几次送一些小礼物 给我们当地的 我们这里的警察局和消防局 昨天那个警察局 那个David Shaw的那个警察局 还来了三个人 对不对 三位警察来参加我们的感恩节聚会 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很多的基督徒认为呢 在教会里面应当做活计 但是我们应该是远离社会上的一群人 我们要做一个远离社会的一群人 所以对一些社会呢 是议题啊 是完全地消极和否定的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 有一些人离开这个社会 跑到沙漠里面去苦修 他们被称为白色殉道士 红色殉道士就是因为信仰被杀 白色殉道士呢就是说没有被杀 但是我远离他们 我自己怎么样 躲在沙漠里面 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说 我们不应该到沙漠去 我们不应该变成白色殉道者 而是应该抱着更积极的心态 进入这个社会当中 借着我们各自的生存和背景 按着我们自己的良知和负担 我们应该在社会上发挥爱和和平的影响力 我们应该发挥行公义 好怜悯的影响力 成为一个荣耀神 而有影响力的社会公民 斯图德他说过一句话 斯图德是一个福音派 他前几年已经过时了 他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呢 如果基督徒对一切不义的道理 伦理 社会和政治问题不闻不问的话 使基督的信仰和生活脱节 并鼓励信徒进前地退出真实的事件的话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正是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句批评 宗教是人们的哑骗 我再说一遍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如果基督徒对一切不义的道德 伦理 社会和政治问题都不广 所以使基督的信仰和生活脱节的话 并且鼓励信徒 我们自己退出这个真实的事件的话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你正是证明了马克思那句名言 宗教是人们的鸦片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 弟兄姐妹 我一直 我不放弃 看一些社会上 一些很不公义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放弃 我祷告上帝说 上帝啊给我一个 常常有的一种 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保持一些情绪和愤怒 不要陷于苦毒里面 但是保持一些情绪和愤怒 千万不要麻木了 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就麻木了 你知道吗 我们需要爱这个时代 爱这个社会 爱这个时代的人 爱这个社会的人 所以求上帝能够特别来怜悯我们 按照我们的良知 负担 按照我们的背景和学识 盼望我们在面对政府的时候 你在社会上的时候 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今天我想 带领弟兄姊妹 特别为我们所在的国家 美国祷告 我们特别为着加州 因为伤活 那些远离家园的人们祷告 我们特别需要 为着111位 我昨天的信息 因为伤活而失踪的人祷告 求上帝赐下平安 我们为着伤活 所造成的至少有71个人 死亡他们的家属祷告 求上帝赐下安慰 更重要的是 伤活还在继续 救活队员 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门 还在持续地紧张的 救活和救人当中 我们为着他们祷告 求上帝能够早日 让伤活熄灭 好让他们这些 可敬的这些消防队 他们能够在感恩节的时候 能够和自己的家人团聚 能够一起吃火鸡 一起来诉说上帝的恩典 我们求上帝能够祝福 那些失踪的人 有一千多位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状况 我们也知道他们的亲人 在交集地寻找 我们恳其求上帝能够祝福 来怜悯他们 我们也特别为这 其实一位受难者的家属祷告 这是美国历史以来 最大的伤活 所造成的苦难 我们为此祷告 我们也求上帝能够特别地祝福 消防队员 他们正在前线 努力地工作的时候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开口祷告 祝福能够特别地祝福 祝福能够祝福 祝福能够祝福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需要介绍我们的责任 帮助和保守 谢谢祢 祂 祂 祝福能够特别地祝福 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祢 祂 我们承认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 这是苦难的世界 我们在意想不到的时候 遭受了很多灾难 很多我们不想遇见 不想看到的事 祂当时我们在祢面前 我们愿意敬赏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和本分 愿意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国家当中 敬赏我们的责任 我们今天愿意为那些受伤火 困扰和灾难的一些人向祢祷告 祂 感谢求祢能够特别地祝福 让伤火早一天地熄灭 我们也特别为着这些消防官兵 向祢向祢祷告 祂们是非常可敬的人 他们是很愿意为这个社会付出自己身心灵力量的人 祂 恳切求祢能够祝福他们 使他们早日能够把伤火熄灭 好使他们在下一个星期感恩节的时候 回到自己的家中 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团契 谢谢祢 赞美祢 我们愿意奉主的名 把这个时代和时代一切的 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都交托在祢的手中 求上帝祢能够在这个社会和时代里面 实行公义 实行爱和和平 我们也更愿意所有的展权者 都能够行公义 好灵敏 谦卑地与上帝同在 在祢面前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弥陀佛